一大比丘众千两百五十人聚 一共有一千两百五十个人 聚主有这么多的人 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时时 这个吃饭的时间到了 他穿衣服 持着泼 持泼 持着泼 入舍卫大臣 去启食 以启以城中 赤地启以繁至本处 饭食启收衣泼 喜足以 互作而作 我讲解这一段 吃饭的时间到了 吃饭 吃饭 台湾话就加饭 广东话叫做食饭 食饭 这个马来话 印尼 马甘拉西 国语呢 吃饭 对不对 我们就讲中午的时候就讲那个 南七探 晚上的就是丁拉探 早上是布拉克福斯 这个吃饭有邪温 大邪业 大邪业去启食 专找穷人启食 石家某牛问他 你为什么专门找这个穷的去启食 他说 他要给穷人 祝福 让他们将来会变富有 这是大邪业 所以大邪业吃得像什么样子 像联系 阿难尊者专门向最有钱的人启食 阿难尊者 好了 石家某牛问他 你为什么专门向最有钱的人启食 阿难回答 我要减少穷人的负担 穷人要供养我 他已经很穷了 又要掏出食物来 供养我 实在不忍 所以他将专门向妇人启食 所以阿难吃得像 仙人法师 你看两个人站起来差别很大 一个仙人这样子 一个联系干干瘦瘦的 大邪业就是干干瘦瘦的 阿难就是回回胖胖的 两个人讲的都有道理 佛说 你们两个人讲的都有道理 也都没有道理 你们没有平等观 你们没有平等观 你出去化圆 去脱波 你碰到什么就吃什么 没有你挑选拨 你一有选择 就是左偏的 释迦牟尼佛的教训是这样 吃 你要平等观 你不能挑食 出家人就是这样子 今天有什么吃什么 你今天碰到穷人 你就吃穷人的东西 明天碰到富人 很有钱的 你就吃富人的东西 吃有邪问 佛讲 一个专门向穷人启食 一个专门向富人启食 这个都是没有平等观的 都是走偏的 一个偏向穷人 一个偏向富人 两个都不对 有什么吃什么 这是行者本身的 不能挑食 这一点要注意 你挑食就不对 我告诉你 大企业不得了的 他是很了不起的 他的十 他的头头第一 不是随便起的 为什么他到最后 会离开释迦牟尼佛的身团 因为 释迦牟尼佛后来 他住到竹林金色 住到 这个 住也是有闲问的 这里提到住 这里面要谈十一住行 大企业 所以为头头第一 在吃的方面 住的方面 穿的方面 行的方面 全部都是十一住行 他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吃的方面 起食来了 他先做观想 要吃以前先做观想 把这个食物 一样的跟我们一样 先供养 佛菩萨诸尊 供养六道众生 然后再观想 把这些食物 变成瀑 变成瀑 喝的汤 变成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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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陀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你修行人你要记得 不只是平等观 还要把这些吃的东西 观想成为天下最难 下咽的东西 真的 发戏是代变 养尿 不是养酒 是养尿 吃尿 吃大便 这是陀陀第一的吃 养酒 与酒 教育 是地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